生命记第一章 我们今天进到摩西五经最后一本 就是生命记 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在旷野当中最后的一个回顾以及总结 在这一章里面 我们要一起思考的问题就是 你了解父母心吗 我们常常讲说养儿方知父母心 真的我们在接受父母亲的这些抚养的时候 养育的时候 其实我们真的常常是不了解父母亲的心 因为年幼无知 没有走过的路 我们真的不能够理解 所以很多时候会有一些没有必要的冲突 这也是父母亲常常有的一种无奈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一章里面 我们看到天父怎么样来养育他的百姓 以色列民 他的这个为父之心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这第一章里面 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 就是摩西在带着这些以色列百姓在约旦河东的旷野 就是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当中 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 所以他们即将要跨越约旦河 进到约旦河西去要得这个应许之地了 就迦南美地 在这个之前呢 摩西就花了一整个月的时间 来跟大家来讲这个生命记的事情 同时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呢 这个生命记 其实就是摩西最后嘱咐以色列人的一段话 那把它记录下来 那生命 生命呢 生就是重生 命就是诫命 所以生命记是重生 耶和华的一本书卷 所以它的重点呢 就是在最后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交代 那空间呢 是在约旦河东 即将要跨越约旦河 那时间呢 就是在第三节 就是出埃及的第四十年的时候 这个摩西所颁发的 这个生命记 我们看到 在第八节里面就讲到说 在一开始的时候 神就跟以色列百姓说 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 你们要进去得这地 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 亚伯拉罕 以撒亚各其事应许 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 为业之地 所以这个是应许之地 神已经把这应许之地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其实呢 就可以马上去得着 凭着信心跟神一起去得着 但是很不幸的 他们却没有信心 也不愿意顺服 以至于在旷野里面 浪费了他们的一生 那我们看到 神把这五百年来的应许 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 开始五百年来的应许 就摆在他们的眼前 但是呢 却因为没有信心 就错失了 这个在那个世代里面 能够进到应许之地 但是神还是让他们的下一代 能够进到应许之地 那接下来就讲到 第十二节 十三节里面 那因为摩西呢 他要带这个两百万人 要管理他们 还同时要做他们的判官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可以自己做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有选举 那这个选举三千四百年前 摩西的时代就已经有选举了 就是要他们从各个支派里面 选举有智慧 有见识 为众人所认识的 来立他们做以色列人的首领 所以我们看到选举的时候 这地方提到有三个要件 一个就是选举有智慧的 不仅有智慧 而且要有见识 有些人可能有智慧 但是呢 他可能见识不够广 那还是不够的 然后第三个要件 就是众人所认识的 也就是呢 大家能够信任的 所以不管你再怎么样有能力 如果大家不信任你 其实也没有办法带动大家 所以这三个选举的要件 真的是很重要 有智慧有见识 为众人所认识的 所以后来就立了官长 前夫长 白夫长 五十夫长 十夫长 来管理以色列人 那在审判的时候呢 又有提到三个主要的要件 审判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不可看人的外貌 通常我们在判断人的时候 我们就是看他的外貌 但是神是看我们的内心 我们不要被人的外貌 所这个蒙骗了 所以第一个 不要看人的外貌来判断 第二个 听诵不可分贵贱 你不要说因为他是尊贵的 有钱的 或者是他没有钱 以至于你在判断的时候 你会偏袒任何一方 所以我们要公义 按公义来审判 而不是用我们自己心里的偏好 那第三个不可惧怕人 审判的时候 当然是要在敬畏神的心态之下 而不是惧怕人 惧怕人有时候要审判恶人 恶人可能是有钱有势的 如果说要判他们不利的话 可能你也会遭到一些报酬 但是呢 我们不可惧怕人 所以呢 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 不可分贵贱 也不可惧怕人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在今天就是讲到29节 当他们面对敌人 要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 他们这敌人的诚意 是非常宽广坚固又高 然后呢 这个族人 这些外邦人呢 有的还是巨人 这个时候呢 摩西就对百姓说 你们不要惊恐 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 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 哇 这句话实在是 值得我们 常常来宣告的 就是不管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种 敌对的情况 多么样大的征战 我们都必须要相信 耶和华在我们前面行 我们跟从他 他就在我们的前面 那这个时候呢 他既然在我们前面 他一定会为我们征战 所以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 这个是我们要征战的时候 一定要坚守的信心 然后第31节就进到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就是讲到说 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 你们的神抚养你们 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 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 所以呢 在这里摩西 他第一次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总结 神在旷野里面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 他说 你们的神抚养你们 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 所以我们看到 神要作为以色列百姓的父亲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他已经显出他大能的宝贝 显出他的荣耀 显出他的慈爱怜悯 然后显出他的这个话语的启示 也颁了他的这些律法 所以他能做的各样的事情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他都做了 然而呢 这以色列百姓作为他的子民 却是这个顽梗 不化 不明白天赋的心意 也就不能够信任神 不知道神对他们的爱 不知道神已经为他们最预备最好的 以至于他们只是就是不断的抱怨神 不断的去抵挡神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呢 父母亲在教养孩子们的时候 难免会觉得挫折 我明明就是为了你好 我就是要来帮助你们 但是孩子们呢 却是因为不明白的缘故 还有自己的这种顽梗 叛逆 以至于呢 跟父母亲之间 有很多的这些 这个冲突的情况 所以呢 这父母亲来讲 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 当然呢 父母亲也是不完全的 难免会犯一些在教养上面的错误 以至于这个亲子关系呢 难免有很多的挑战 但是呢 我们做儿女的 我们真的要去 从父母亲的角度 努力的来去体贴他们的心意 然后去了解 要去聆听 要知道父母亲 他们的角度是怎么样 这样子就不会在渔蒙当中 去伤父母亲的心了 所以我们常讲说 养儿方知父母心 所以呢 我们不要等到 就是自己做了父母亲 才会想说 当初实在是不应该这样子 其实我们现在 就能够尽量的去换位思考 就能够明白父母亲的心 那同样的 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也是一样 我们不要像无知的孩子 常常是顽梗叛逆 而是要去体贴天父的心是如何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明白天父的心 体贴天父的心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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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